列車停在車站 遊客一個個走下車 其他人手機拍個不停 因為這可不是一般的火車 而是台鐵國寶級的總統花車 13號首發行程 立刻吸引遊客前來體驗 還有人專門從日本跑回台灣 為的就是搭到這班車 因為我在日本的網路上 看到他有總統花車 而且這個是李登輝總統只坐過一次 所以我就很嚮往 不只如此 還有當時總統花車的司機員 特地來搭車回憶過往時光 當時是當司機員 現在當乘客 起來不一樣 總統花車在1967年完工 一直到1991年 載運李登輝前總統 開創了國家元首 搭乘鐵路的全新里程碑 而台鐵這次特別公開了 這輛國寶級列車 復客李前總統 當時乘坐的專列編組 包含了三輛菊光號車廂 總統花車以及客廳車 只見車廂內相當的氣派 沙發床鋪桌椅以應俱全 簡直像個移動住家 總統花車10月份開行花蓮到副禮之間 而11月份則是台東到瑞穗 民眾把握機會 搭車體驗 感受花東之美 東三新聞黃一鳴花蓮報導 加藏 子 老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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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